娱乐圈一直以来都被人们认为水很深 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 现在都有很多潜规则 对于女明星来说 被富豪看上成为富豪的女人 这辈子就能够过上灯红酒绿 花天酒地的生活 所以富豪和女星一拍即合 富豪包养女明星 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 下面我们就来一起盘点一下 一 林志玲 2003年 一张明星作陪价目表 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 而当时以500万台币出场费 占据榜首的人 是还名不见经传的模特林志玲 就这样 林志玲顶着29岁高龄 莫名其妙地火了 在走红的次年 林志玲拿下了台湾重量级影视奖 金马奖的主持人 颁奖当晚 她连换八套礼服 全方位展示自己一米七四 34C的傲人身材 不仅如此 她也宣布影帝是谁的关键时刻 走到梁朝伟 刘德华这两位 有利候选人身边 巧笑间隙地向两位索报 大展身材的林志玲 一夜之间 从天价陪范冠军 变身无数宅男的幻想对象 并成功几下萧强 成为第一任台湾第一美女 不过要想得到好资源 必要的牺牲这是少不了的 2005年 林志玲在金中奖颁奖现场 穿着看看遮住关键部位的小短裙 静歌热舞 引得一众男星 以不开眼睛 后来她更是在 红信集团的年会上 穿着火辣与台湾首富 郭台铭贴身热舞 2.肖强 早期 肖强就和台湾综艺界的大哥张飞 传出了恋爱的消息 两人在综艺节目中毫不避讳 同吃一根面条 甚至还多次被爆出同居 2009年前后 齐青和肖强曾多次被拍到 一起现身约会用餐 两人的动作也十分亲密 不只牵手 还天面耳语 随后有媒体称 两人的地下恋情浮出水面 但说到最被外人熟知的 还是和台湾电子大亨 曹星成的恋情 但没多久 肖强和曹星成就分手了 原因是风流多情的曹星成 又有了新婚 肖强就此跟他分道扬镳 但肖强也不甘示弱 绯闻男友换成了林瑞扬 据肖强朋友透露 当时他入行不久 却是清新林瑞扬 只是对方是已婚 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2001年 33岁的肖强被传出 和富豪林金龙在一起 据说林金龙每年 给他8000万台币 并送他豪宅 林金龙无微不至的关怀 肖强有考虑过 嫁给他的打算 可惜这段感情 还是无疾而终 后来 他相继被曝 和富山黄孔祥 广告界才子范可卿 亚洲通讯负责人张忠生 演员陈俊生 李耀文 徐家森 穆小光等人传出恋情 其中不乏有富之夫 每隔一段时间 他都会有一段新的花边出现 外界对他的情史也喜悲乐见 3.关之林 关之林的第一任丈夫 就是香港顶级富豪王国胜 王国胜比关之林大16岁 在娶关之林之前 他就是一个喜欢四处留情的花花公子 可是关之林明知如此 还是和他闪婚 主要还是为了帮助父亲还债 可是好景不长 王国胜的本性根本就没有改变 婚后还是在外拈花惹草 并且对关之林的态度极差 还曾经评价关之林 随便在大街上抓一个 都比他要强 关之林对此感到心灰意冷 于是选择结束这不到半年的婚姻 香港富豪马清伟 是关之林交往的人中 争议最大的一位 马清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富二代 父亲马景灿 是香港五大富豪之一 在和关之林在一起之前 已经和演员陈美琦结婚了 而且当马清伟和关之林在一起的时候 陈美琦已经怀孕了 香港富商刘鸾雄 人虽然长得不怎么样 但他的超能力 还是帮助他追到了不少香港顶级的女神 而刘鸾雄对于关之林的追求 很明显也只是想让关之林做情妇 不过关之林倒是不在乎 刘鸾雄的地产泡妞法又确实好用 有人挖掘出刘鸾雄 曾给关之林送了两栋豪宅 关之林之后也和刘鸾雄纠缠了七年之久 4.王祖贤 1987年来到香港不久的王祖贤 拜师戴司聪 与之同一期的 还有大帅哥黎明 王祖贤的妈妈是戴家的乘客 经常来家里做客 就看中了帅气的黎明 由于王祖贤与黎明的见面机会多 脸人也从同门师兄们发展成了恋人 在学习音乐期间 脸人一度发展到了同居的状态 但因为工作 他与黎明之间的感情 也随着时间而变淡了 王祖贤在与刘德华合作赌神时 曾经传出过绯闻 王祖贤当时也表示 对刘德华非常喜欢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走到一起 很快就到了1990年这一年 王祖贤遇到了 敢为他花三千万的男人 林建月在有欺世的情况下 对王祖贤展开猛烈的追求 但均遭到王祖贤的拒绝 然而林建月为他 豪制三千万买了房子 发誓离婚娶他 当时与齐心分手不久的王祖贤 选择了与林建月在一起 结果林建月没多久 又和杨采妮传出了绯闻 自古商人重力轻别离 在这里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1996年 王祖贤与齐心复合 并且拍摄了齐心悬崖的MV 这一对兜兜转转还是走到一起 之后着手筹备婚礼 可随后齐心前拥有方美方 以七岁儿子的名义状告齐心 并索要1500万台币 漫长的官司 让王祖贤和齐心的婚事泡汤 5.吴佩茨 2007年 29岁的吴佩茨 在为某时装秀压轴走秀之后的采访中 松口承认 正与富商太子爷失明言交往 对方对他出手阔绰 直接送了一艘游艇作为礼物 可惜豪门难入 这段恋情最终因南方父母的强烈反对 无计而终 但吴佩茨又很快遇到了下一个目标 2008年的一次旅途中 30岁的吴佩茨 在飞机上卸货了身价上亿的 马来西亚富商陈皮特 点人猛然擦出火花 感情一日千里 只是三年后 依然落得个分手的结局 据传 原因是吴佩茨瞒着陈皮特 与男演员原成截在电影密室中 拍了大尺度的激情戏 2011年 33岁的吴佩茨 在自时尚晚宴上 遇上了香港富商季晓波 他施展浑身魅力 赢得季晓波的兴趣 随即展开热泪追求 两个人谈了大概一年就分了 在两人分手四个月后 吴佩茨接受专访时 主动求复合 2013年9月 35岁的吴佩茨宣布怀孕 并发表全面退圈声明 他欢喜地宣布 孩子八十季晓波 说已收到石科拉钻戒的求婚 等生完孩子 就在海岛完婚 谁知 女儿还没出生 季晓波就耐不住寂寞 陪着影儿出游去了 亲密照被八卦媒体 传得铺天盖地 第二年初 吴佩茨忍辱负重的 诞下义女 2015年 37岁的吴佩茨 顺利诞下义子 他收到离状超过三亿的豪宅 和价值12亿的股票 但婚礼还是苗举行 直到2017年 吴佩茨三胎产与 他依然没有踏入豪门 不过 这次生完孩子 他的账户里有了 40亿元的奖励金 6.贾静文 1997年 23岁的贾静文 和27岁的黄建群 擦出爱的火花 只可惜 黄建群已经成婚 并且他妻子王柏渝 还怀孕了 但贾静文 还不以为然 依然和黄建群 开展地下情 直到有一天 王柏渝亲眼目睹老公 与贾静文 在车内相互调情 顿时精神崩溃 导致早产 事后 王柏渝和黄建群离婚 之后 贾静文又和另一位男星 传出了绯闻 这名男星就是 大他12岁的咆哮弟 马景涛 马景涛认识贾静文时 正和女友余力 处于热恋期 后来两人分手了 于是 插足而上了贾静文 成为众矢之地 被媒体唾骂 和指责当小三 破坏他人感情 1999年 25岁的贾静文 主持综艺节目 起开得胜时 被人爆雷 暗箱操控 台湾金牌主持人 胡瓜的情感问题 致使离婚 到了2000年 26岁的贾静文 又和黄少奇 传出了恋爱绯闻 但黄少奇否认传闻 并表示自己 拒绝了贾静文的追求 2001年 27岁的贾静文 又被媒体爆料 被大他25岁的 台湾长红影视公司老板 吴敦包养 坊间流传出 吴敦送贾静文一栋 价值5000万的房子 流言飞语跌出 搞得吴敦很烦 于是不堪击扰的他 直接收贾静文 当干女儿 之后贾静文 又和孙芝浩在一起 他比贾静文小两岁 是位上海富二代 和多数想嫁住 豪门的女星一样 贾静文也少不了 未婚先孕的流程 然而婚后生活 并没有贾静文 幻想的那般美好 生几位父亲的孙芝浩 依旧在桃林花丛 流连忘返 不久两人就离婚了 这几位女明星 都是名声非常大的美人 甚至无法超越的美貌 可惜就像旁人说的 女孩子尤其是美貌的女孩子 从小就面对太多糖果的诱惑 让她们堕落 而她们是无法抗拒的 也许只是到了一定的年岁 才会后悔 知道当年做错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